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商铺连商铺 茶庄接茶庄 生意兴隆 内地茶商和马邦往来不绝 那今天呢 义武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但许多老字号的普尔茶庄的后人 仍然坚守着祖上留下的这份产业 义武古镇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蒙拉县北部的群山之中 海拔1350米 这里是茶马古道最南边的起点 古镇依山式修建 没有规整的结构 现在义武老街上仅有几十户人家 全镇也不足两万人 可就在这个看似普通的热带小镇里 每家每户都藏有千金难求的珍宝 八十年前 这里曾汇集了十几万人 专注于普尔茶的生意 所谓普尔茶并非普尔出产 而是因为产地就属云南普尔府得名 以义武为首的古六大茶山 才是普尔茶的源头 这里蕴藏着许多鲜为人质的茶中珍品 毛茶下到冷水里 慢熬至糊状 直到茶叶的有效成分 全部融化到水中 这是许家的看家本领 许哀平是义武老茶号 庆春号的后人 他们家掌握着许多普尔茶秘方 现在他就在制作一种 异常珍贵的清朝贡茶 这种茶品过去曾一度失传 因为具有消食贱皮的保健作用 普尔茶被油木起家的清朝皇室 奉为上品 从此有了一百八十九年的贡茶历史 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 以上等普尔茶加工而成的普尔茶膏 这种今天在世面上绝难见到的东西 当年曾被太医们推崇至极 作为药用 治疗祸乱伤风等完整 清朝药学家赵学敏 甚至在《本草纲目十一》一书中写道 普尔茶膏能治百病 他的制作方法颇为神秘 从未公开地流传 因此一度被人们遗忘 徐爱萍将茶末过滤出来 慢火熬煮茶汁 据史料记载 制作普尔茶膏必须选用六大茶山的上好茶料 以及北京玉泉山之水 使用的工具也十分讲究 搅动茶膏要用香春木 烧火则必须用花底木 好茶叶极其吸味 而这两种木头没什么特别的异味 当茶汁浓缩到能够拉丝的状态时 要将柴火全部撤掉 只留少量火紫 利用锅里四十度左右的余温 让茶汁中的水分慢慢蒸发 期间还要不停搅拌 直到茶汁逐渐浓缩成 丝斑光泽的柔软固体 这个熬制好的茶膏 看上去就有一种丝绸的光泽 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 然后闻起来就有一种浓浓的蜜香味 熬制好的茶膏还要摊在笋壳上晾晒 直到其中的水分蒸发殆尽才能长久存放 据说一块上好的宫廷普尔茶膏要经过186道工序 72天的周期方能制成 然而珍贵的茶膏究竟是什么滋味呢 据说500斤普尔生茶只能熬制15斤茶膏 比例高达三十分之一 可谓茶中精华 这边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 有点像那个蘸树 还有蜂蜜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蜜香 是吧 这也是我们义武茶的独特的一种香味 过去清朝皇室每年都要派专人 到义武古镇征收上好的茶料 制作普尔茶膏 义武是茶马古道最南边的起点 距北京三千多公里 道路极其难行 可珍贵的贡品茶膏 为何只能选用六大茶山的茶料 据说这里的茶树与别处大不相同 虽然去过云南很多次 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这种普尔茶膏 据说呀 它有着数百年的历史 在义武古镇呢 还有一种茶叶也非常的独特 就是图上的这种茶叶叫做老黄叶 它虽然没有普尔茶膏那么名贵 但是却非常的稀有 而且必须要到深山当中的古茶园中 才能采到 在义武呢 古茶园都是各家各户 自己上山开辟的 义武人习惯把茶园叫茶山 把野生茶叫荒地茶 在群山环绕的古茶园中 由于许多茶树都生长了几百年 已经有三四米的高度 所以想要采到茶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这里的茶农们又是如何采茶的呢 一五代一族同胞却对深山中的茶园极为熟悉 他们只需携带一把猎刀 就能够在大山之中任意穿行 数热难耐的时候就直接砍下仙烛 把茶叶放在火上烤一烤 煮水喝 把水烧开了 然后那个茶叶用火烘以后 放到里面再煮一会就可以喝了 就是西双版纳被称为杖利之地 极易患上瘧疾等热带病 这里的少数民族就是以茶结鼠制定 相比普通的茶叶 他们认为老黄叶药效更好 老叶子烤出来的话就比较香了 比较香 好 这需要慢慢的烘 老黄叶其实是在揉碾过程中 搓不成条的老叶子 这种茶叶口味清淡 品相也不好看 商业价值很低 但义务人却认为 老黄叶解毒降压的效果 比土土茶叶更好 哇 包开了 包开了 这倒水 哦 有一股那个竹子的清香的 对对对 老黄叶的口味不苦不色 营养价值高 还不易伤胃 因此成为茶山人 日常最爱饮用的茶品 清朝以前 普洱茶只是庶民的饮料 后来却因为有了供茶的经历 而身价非增 如今 伊武老茶号制作的茶饼 已拥有与黄金等同的身价 一同1900年的百年铜庆号茶饼 售价350万 清末的福原昌号茶饼 成交价达到504万 这些茶叶为何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呢 今天一大早 朱卫刚又要上山采茶了 他是伊武老茶号 元军立祥号的第五代传人 他们家族世代作茶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前路年前 由于伊武人口稀少 茶园荒芜 无法满足人们对普洱茶日益增长的需求 清政府于是颁发政令 召集外来人员入山作茶 至今伊武古镇仍然保存着当年 清政府颁发的茶山执照 这个执照实际跟我们现在的执照是两回事情 这个执照是讲的是要 可以引用外边大量的外来人员 来开发管理这些古茶园 管理期间就要负责供茶的上交和当地这个情绪 如今伊武大部分茶号就是那时来到这里的汉人开办的 这些茶商掌握着最高级的普洱茶制作技术 一直流传至今 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 朱卫刚来到群山环绕中的古茶园 这些茶树都生长了几百年 有两三米高 朱卫刚应该怎么采摘那些高高在上的茶叶呢 在中国其他茶区 茶树经过改良修采后 成为奇妖高的台地灌木 茶笼能够方便而高效地采摘刚刚长出来的茶叶 据说一个熟练的茶笼 一天可以采摘三四十公斤仙叶 而采摘大茶树就没那么简单 只有找到茶树上独有的路径 才能采到仙叶 不伤茶树 每棵茶树都有自己的路 朱卫刚从小就在学习这门技术 有的茶笼为了采摘大树茶 还发明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方法 比如眼前这木棍 就是茶笼利用山坡斜肚 搭起来上树采茶的梯子 即便如此 采摘大树茶的效率仍然要比台地茶低得多 为什么大树茶要比台地茶贵 从采茶这第一个环节就显示出来了 制作普洱茶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朱卫刚将刚刚摘回来的鲜叶迅速摊开晾晒 以免植物的光合作用太盛 鲜叶烧堆丧失香气 量干表面的水分好要尽快杀青 叶子粘了制作出来的茶叶会更加苦涩 想出尾刚这样的熟手 一锅通常能炒三四公斤茶叶 每锅需要十五到二十分钟 杀青之后要马上将茶叶摊开散热 五层深黄色品相就不好了 揉碾出调锁后要摊在波及上晾晒 若是天气不好不能一日晒干 茶叶就容易发酸 一五位于西双版纳的高山上 这里的天气时晴时雨 这种气候固然适合茶树的生长 却不利于普洱茶的制作 这种精心修建的玻璃房 就是茶农专为晾晒普洱茶发明的 它由透明的水晶板搭建而成 使炒制好的茶叶在任何天气下 都能晒到太阳 而传统的歹式建筑风格便于排日 使茶叶能够始终保持在干爽的环境中 可以说一五独特的光照赋予了一五波尔茶最原始的生命力 中国制茶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自打发现野生茶树之后 从生煮更饮到饼茶散茶 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的制茶 工艺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福州的茉莉花茶 安西的铁观音 还有西湖龙井等等 它们的制作工艺都非常复杂 传统的福州茉莉花茶呢 是以普通的绿茶为茶坯 将绿茶和福建福州的茉莉鲜花拼合音质而成的 而安西的铁观音呢 要经过采清 亮清 摇清等等好几道工序 还有这个西湖龙井 传统的炒制方法呀就达到了十多种 在一五五镇呢 由一五老茶号制作出的普尔茶饼 据说价值千斤 而之所以这么值钱 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制茶方法 那这种神奇的制茶法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制茶是一项复杂的体力活儿 我们也在附近荒田村的茶农家尝试了一把炒茶 怎么样差不多 赖了爸 赖了爸 我是不敢让它包锅 死后得快 下面这个工艺是要干嘛 偷伤嘛 都弄散了 偷伤 就这个老法 还要返回来 这个是大一片 这个又不行 然后要成这样 炒茶一般是在夜晚 因为茶远在大山之中 茶农采茶要耗费掉整个白天的时间 雨水多的季节里 茶树发芽快 茶农每天要炒十几锅茶 几乎每晚都要忙到凌晨才能歇息 像他们这样采用传统的手工炒茶 每人每小时 最多只能加工十二公斤茶叶 而一台机器 一小时就能加工一百二十公斤茶叶 效率提高了十倍 可一五大部分茶农 仍然坚信 手工炒制出来的茶叶 口感更好 只有经过他们精心的制作 才不至于浪费祖先留下来的上好茶料 茶农制作出来的茶叶 这是茅茶 因为结构蓬松 体积较大 不利于运输 还要有专门的茶号 将他们制作加工成茶饼 才能流入市场 这些茶号 分工非常精细 从采办茅茶到压制茶饼 再然后运输销售 光是分工就有九种 在清朝后期至民国初期 一五古镇是云南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 曾经有过二十多个著名的大茶号 同庆号 车顺号 元太风 只有这些老茶号精心挑选 制作包装的茶饼 才能存放数十年而不没坏 被誉为可以喝的古董 屡次在排卖会上创下高见 现代义务茶厂 也基本延续下这些老茶号 传统的生产模式 现在很多手工作坊 也开启了机械化的普洱茶加工 他们采用半机械化 半手工的方式制作茶饼 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 以及现代化的设备 极大的提高了产量 除了传统的茶饼 这里还有一种十分独特的茶品 叫做龙珠茶 这个就是人文传说的茶虫史 茶虫史 这个就是普洱茶上面生的虫 拉的便便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也成为一道很名贵的饮品 价格可以达到多少了 我听朋友说是一泡就是八百块钱了 八百块钱泡一泡 即使是在义武茶山 龙珠茶也是不易得到的珍品 据说这种茶品 是西南一带闷热潮湿环境下 特有茶虫的排泄物 这种虫子是从普洱茶里长出来的 从小吃着茶叶长大 不是好茶叶还长不出茶虫 所以他们的排泄物也成了普洱茶中的珍品 气味是一种清香 是吧 如果不知道的 大家喝还会吸引面 还会 敢不敢喝呢 没问题 什么感觉呢 挺甜的其实 苦素味是完全没有 对对苦素味已经根本就没有了 但是比那个陈棉普洱呢 更加滑顺 更润 口里有一种那个很饱满 我感觉到有一种那个深情的感觉 对 虽然这种龙珠茶价值千金 但茶山人最初发现他们 却是在茶饼堆积如山 卖不出去的年代 历史上 义武镇始终随着普洱茶的兴衰而沉浮 普洱茶兴则义武富 普洱茶衰则义武穷 在经历过富裕到贫穷的巨大落差 坐拥茶山的义武人 却更喜欢平淡安详的味道 无论是添加的龙珠茶 还是珍贵的贡品茶糕 对他们而言都比不上日常 那一口同湖煮的老帕卡 这种名叫老帕卡的茶叶 是在茶树上生长超过一年的老叶子 由于没有经过杀青等复杂的加工 只是稍加烘烤晒干 需要用铜壶高温煎煮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才能令它的特有味道全部释放在茶汤里 喝的它不会失眠嘛 不会失眠 它味道将会要清淡 喝的还是挺温润的 对对对 这种茶叶本来只是义武人 为了让茶树迅速长出新叶 而必须打掉了老叶子 毫无商业价值 但他们却对茶树上的每一片叶子 都视若珍宝 不人舍弃 这条青石板路呢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它是在清朝道光年间 由地方祭司修建的 三米宽 两百四十多公里长 路面上被马匹踏出的 这一道道凹陷的痕迹 让人依稀看到当年义武古镇上 马邦曾经的络绎不绝 和茶室的兴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义武茶山再度复苏 如今在古六大茶山中 古茶树遗存最多 产量也最大 古镇制作传统七子饼茶的作坊 迅速发展 至今已经达到了三十多家 传统的制茶产业 也再度在义武红火起来 好了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走迷中国》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茶马古道古镇行第二集 《卫山马方老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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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